大家好,我是Stan 目前与PakSung进行法律诉讼的PakSung亲哥哥 昨天与一家媒体进行的采访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我们先来看一下采访内容 我做了PakSung30年的经纪人 才有了现在的成果 PakSung有帮我,我也有帮过他 但是PakSung只记得自己为我做的事情 去年过年的时候 PakSung说要带女朋友来 但是因为一些情况没能带过来 也就是从那个时间开始 我们产生了矛盾 然后对于部分媒体报道的 PakSung没有多少财产的新闻 哥哥表示 非常荒唐 我的名下有三个公寓 然后我跟PakSung各投资了一半 买了八个商业用房 在这里发生的租金 大部分都用在PakSung的信用卡费用上了 然后PakSung的个人账户是爸爸在管理 父母亲早就知道了我跟PakSung的矛盾 甚至因为最近这个事情 父亲还拿着锤子去PakSung的家敲门了 PakSung这个孩子 说好听一点的话是很纯正 说难听一点就是容易被骗的性格 因为从21岁开始就进入了演艺圈 所以不太知道这个社会 哥哥最后也表示 自己仍然爱着弟弟PakSung 但是绝对没有挪用公款 为了让弟弟知道事实 自己会在法庭解开真相的 总整理一下就是 家人都是为了弟弟 只是弟弟不知道而已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锤子 平常是把孩子当成什么了 因为盛气就拿锤子敲门 流氓吗 七个保险 难怪会反对结婚 父亲还拿着锤子去找自己 真心只能逃避了 PakSung有一栋还是十栋楼重要吗 重点在哥哥有没有挪用公款 PakSung想要保护父母 所以没有提过他们 哥哥为什么要说出 与这次事件无关的锤子呢 你看 家人们是觉得PakSung疯了 而不会觉得是他们自己疯了 在亲哥哥的这个采访之后 PakSung的法律带领人对媒体表示 为了父母为了家人 PakSung不会透过媒体 做无谓的人格攻击 一切真相都会在法庭解开的 唉 PakSung加油 下个消息是 最近一集 JYP亲手制作的歌曲 Mapia in the Morning回归的时候 有很多网友们 到JYP的IG底下留言 你不要写歌词了 拜托给一届好一点的歌曲吧 请你不要再写女团的歌词了 拜托 为什么要对前途光明的一集这样呢 不要给一集写歌了 真的太烂了 从上个专辑开始 这歌词是怎么搞的 JYP你参与的歌曲成绩都不太好 身为MITI 请你不要参与任何有关 一集专辑的制作了 不只是IG 在其他很多论坛 也是有很多网友们表示 Mapia in the Morning的歌词旋律都很幼稚 这次的成绩肯定会不好 但是 说成绩肯定会不好的人 恐怕要被打脸了 一集新专辑 PSQ的初冬专辑销售量突破了20130张 创下了出道后最好的成绩 而专辑预售也是突破了26万张 超越了前一张专辑 Nashai的20万张 然后在MN的24HIT排行 也是登上了比上一次的主打个Nashai拿下的16位 还要高一阶段的15位 不只是韩国国内的成绩号 一集新专辑进入了5月15号 即将更新的Piru的200排行的148位 主打个Mapia in the Morning 也登上了World Digital Says的三位 然后在Spotipi的Global Top 200排行 也登上了目前为止最好的成绩56位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网友们的反应 不是JYP过气 是我的耳朵有问题 不管黑粉们再怎么发狂 一集还是做得这么好这么帅 刚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 觉得就那样 但是重新看完一集的舞台后 瞬间觉得非常好 多听几次之后就觉得 是目前为止最洗脑的歌曲 因为有太多人说歌曲烂 所以就去听了一下 然后去找了舞台看 结果现在入坑了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一集就算不是这首 而是拿到了别首歌 也会有现在的这个成绩 所以大家觉得 以几个新歌Mapia in the morning怎么样呢 然后大家也觉得 就算今天拿到别首歌 也会有一样的成绩吗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Twice子鱼看到狗狗后的反应 可爱爆发 子鱼对狗狗一向是真心 第一次看到这么有活力的子鱼 好喜欢子鱼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